疫情让很多新人的婚礼延期了 但现在全台降位二级警戒 有业者就推出一种全新的方案 可以直接把车子开进婚礼的会场 就像一个小型的包厢 大家宾客在车上吃婚宴菜 这点敬酒也用喇叭声来取代 电梯打开 白色的电动车缓缓开进会场 290平大的空间 6台车一字排开 好像来到汽车展示间 但其实这是最新的半婚礼方式 不莫拉开 新郎新娘走出来婚礼正式开始 但有别于传统婚宴 宾客们通通坐在车里面 仿佛有一个小包厢 就连餐点都是送到车子窗户旁 樱桃鸭 伊比利珠 通通都能车内吃 更酷的还有这个 以往婚礼结束前 新人会来敬酒 但因为现在在独立的车上空间 以及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接触 敢要按喇叭来致意 新人在喇叭声中接受祝福 完全不开窗 零接触 就连收礼金也不怕 扫一下QR Code礼金就进账 对 一年 原本去年就要办 煎熬吧 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 但是因为疫情 然后又要把所有的东西 又要再延连一次 有这样的模式的话 就是让宾客也都蛮安心 我们自己也都蛮安心的 另外还有这一种 众人的惊呼声中 天花板竟然慢慢打开 这场能看到天空的婚礼 感觉起来特别浪漫 很失望没有办法办婚礼 所以我们就要达到 让主人还有宾客安心 20主 其实不是说很多 但是我们就很兴奋了 因为跟零比起来 实在是太多了 另外一家35平大的空间 里头摆了20张椅子 新人加上宾客不超过50人 打造出一个小空间 主打微型婚礼 不脱口罩用餐 而是婚礼结束 直接把六种口味的派 打包外带回家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有100通的 以上的电话来询问 那我们相信这样的 可能可以带动业绩 可以成长两成 疫情之下 许多新人的婚礼 延期再延期 如今终于有机会 虽然形式不如传统 却也能留下难忘回忆 东森财政新闻 杨昭玲昊与台北报导 有个热卖 Me阮先生 词尾